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的最新消息 第一则新闻 传闻Toyota Yaris Cross今年内会引进我国 我们获得消息 Toyota Malaysia 有望在今年会引进这款车 如果是真的话 这款车必定会在今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爆款车型 目前这款Yaris Cross有两种车身尺寸 可以参考以上的这个参数 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 这个DNGA的版本原厂就定位它为国际车型 有别于日本的市场 在别的地方要求的就是空间 所以这款轴距达到了2620mm 所以这个Yaris Cross在车内的空间肯定会来得更好 而且延长还推出混合动力的引擎 油耗更好动力也更强劲 关于这款车更多相信 你们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链接 看回去我们之前为这辆车做过的全面的解析 而我们获得的消息 就是今年Toyota Malaysia会有一辆重量级的车款会登入我国 而且会有混合动力的选项 所以我们认为很大可能就是这个Yaris Cross 而且这款车 听说价格应该会低于100千以内 如果真的是的话 你觉得这款车会成为 马来西亚的下一款爆款车型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讨论 第二则新闻 BMW i7正式在大马发布 还记得早前刚发布的7 Series吗? 正在考虑的老板们 你们有多一个选择啦 就是这个电动的BMW i7 其实在外观上 和普通的7 Series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样有 Swarovski 的水晶头灯 M Sport 的运动化套件 并且搭配这个21寸多幅式的轮圈 另外原厂还提供多达9种车的颜色给你选择 其中有两种是需要额外花6300块选择 并且如果你是想要Rawton 双色车漆的话 也需要额外花钱去做这个option 内饰也和7 Series 一模一样啦 是原厂最新世代的双连屏设计 最显眼的还是那个横置在上方的 31寸 8K的显示屏 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由前后双电机组成的四轮驱动系统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 544HP峰值扭率表现745Nm 只要4.7秒就可以完成0-100的加速 急速可以达到240km per hour 并且它搭配了一具101.7kW的超大电磁数 可以支持它最远的续航达到600km 最后这款新的i7已经正式来到我国了 新车价从这个马币729,800块起 那么大家觉得电动版本比较好 还是汽油版本比较好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告诉我 第三个新闻 Toyota Innova Zenith 终于在我国发布了 这款车的车价从165千起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卖这个Innova 2.0X 还有这个2.0G的车型 也不会停售 它们会继续翻售并且是以CKD的方式在本地翻售 而这个新的Innova Zenith 则会从印尼CBU整装进口 所以消费者还是会有很多的选择空间 那么这款新的Innova的卖点就是这个2.0L的Dynamic Force系列引擎 其中就分为了2.0V的纯汽油车型 还有2.0HEV的Hybrid混合动力车型 这个2.0V的车型匹配可以模拟时速换挡的Direct Shift CVT 最大马力表现为171HP 峰值扭力表现为205Nm 至于混合动力车型 则是匹配ECVT的变速箱 引擎可以输出149HP加188Nm 配上111HP的电机后 综合输出马力可以达到最大表现183HP 峰值扭力表现为206Nm 在外国媒体有人实测这款车的0-100可以在10秒内完成 在内饰的部分 这款车的质感相比上一代的车型更是出色的不少 作为一款家庭取向的MPV车型 这款车的亮点在于后排的部分 这也是原厂在我国其中的8人座和7人座的座椅布局 这个7人座的布局是2.0HEV车型专属 第二排是有两张独立的Captain Seed 这款车也搭载了最新的Torota Safety Sun 3.0 那么这款Innova卖着这个价钱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车可以跟这辆车作为同级比较呢 欢迎留言交流交流 讲完了的Torota 还是Torota 第四则新闻就是这个King of MPV Torota Alpha还有Wheelfire正式登场 这一次不再是传闻也不是叠召了 它终于来了 第四代全新的Alpha还有Wheelfire是基于TNGA Care的平台打造 它比起上一代的刚性整整提高了50% 所以稳定性和操控性都有所提高 外观上两者都是走着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主要的设计理念还是没有改变 Alpha主要还是以豪华和商务的取向为多 Wheelfire则是更年轻更运动的取向 内装虽然也是全新的设计 但是很自然当你看到两张航空座椅 还有大量的木纹装饰板 还有又大采矿又好的车内空间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King of MPV 这个就是Alpha和Wheelfire在MPV这块所设下的标杆 和给一般民众的刻板印象 至于它在动力的部分 在入门的Alpha上它搭载的是代号为2AR FE 2.0L的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这个Super CVTi的变速箱 而Wheelfire则是专属搭载代号为T24A FTS的2.4L的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这个Direct Shift Park AT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不过具体的动力输出暂时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在这辆车发布之时 原厂就推出了相应的对策来防止这个强车潮 强制每一个买车的准车主都必须签下合同 其中一项的规定就是新车到手的那一年内 不能够转售或者是出口至海外 而且官方是有权利可以取消你的订单 即便是你已经用cash买了 新车的那一年的拥有权依然是经销向所有 所以Malaysia的卖家们相信还是要等候一段时间 如果你喜欢这辆车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问你带来最新的消息 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也是Toyota的亲戚Lexus LBX 确定来码 全新的LBX 是一个定位于B segment的Crossover车型 车身尺码比之前的UX还要小 是目前Lexus里面最小的车型 这一次Lexus设计更为年轻 拜托Lexus一向来比较沉稳的设计 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无边界的中网 并且配备两个锐利的LED头灯组 至于尾灯只是采用这个连贯式的LED尾灯组 营造出非常具有辨识度以及非常张扬的设计风格 内装的部分同样也是原厂前所未见的风格 中央有一个9.8寸的超大方形的触屏主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其实还有很多时下流行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50色的气氛灯 还有这个13个喇叭的Mark Levinson Speaker 还有这个Lexus Link的手机应用程序等等 引擎的部分 目前LBX仅有一种动力配置 也就是这个1.5L的三缸混合动力引擎 由于匹配了更大的电池组以及更强的电动马达 因此新色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134HP 另外还有这个Lexus独家的E4的四轮传动系统 官方宣称这个0-100加速成绩为9.2秒 看似马力很低 但是可以进入这个9秒俱乐部 对于一款入门型的车型来讲已经是很厉害了 目前Lexus Malaysia在大马卖的最便宜的车型 就是这个UX200 Urban 预计LBX在本地的售价应该会更低 在这个200千或者是220千左右 它也将会成为Lexus最入门的车型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Bye by bwd6